在世人印象中 曹操是北方霸主一代萧雄 无论从他的政治军事行动还是诗歌创作中 挑露出的心智都能看到这位雄主的意气风发 但鲜少有人注意到 曹操在创业早期也曾无比艰难 就是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初始阶段 曹操并非没有比以往更轻松 反而要伏地作小左右讨好 或许有人会问曹操能在乱世初期快速崛起 不正是因为邪天子以令诸侯带来的诸多好处吗 为何在一开始他过得却如此艰难呢 这不得不提到曹操迎奉天子后 到底面临了哪些压力和难题 第一个向曹操发难的正是他的保护伞袁绍 本系列前一篇已指出 县帝东归洛阳 袁绍也是赞同的 且早在毛界寻遇之前 袁绍的谋士举兽便已经向他提出了 真正的邪天子以令诸侯计划 见三国志袁绍传 注引县帝传记载 借荆州城粗定 移迎大驾 安宫夜都 歇天子而令诸侯 处世马已讨不停 谁能遇之 尽管袁绍大岳将从之 但他还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从时局来看不外乎这么几点理由 首先袁绍暂时抽不出精力 正如他自己所说 冀州方有北 碧之井 现地东奔期间正是公孙赞与袁绍互相拉扯的关键时期 公孙赞成长于边地战斗力飘悍 是袁绍一统河北期间最大的刺头 而问题的关键是 袁绍不仅要面对公孙赞的虎视眈眈 还得分出精力来镇压这边闹情绪的小弟 张宏 张淼之地张超曾为张宏雇主 后与张淼与陈公等人联合背叛曹操 改奉吕布为主 曹操重新夺回衍州后 禁灭张超三族 而在此之前 张宏为了拯救自己的雇主 曾多次向袁绍请命 军卫获得准许 东汉时期 世人为救主复仇已成一时潮流 眼见张超被杀 张宏心态崩溃 以东郡为根据地反抗袁绍 又因为东郡原是曹操老巢 后来被分配给了张宏 所以此地仍有充足的粮食与军械储备 以至于绍兴兵为之 历年不下 其次袁绍与汉县帝有旧怨 他与董卓的分歧 正是与少帝之费力 汉县帝这边刚登基 袁绍便想拉一伙关东军阀搞事情 后来袁绍还打算 另立幽州墓流域为帝 此时后者 誓受皇恩 不肯加冕 袁绍这才有了邪天子的打算 是以他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的 假之 公孙赞脏红捣乱 袁绍最终未能在第一时间内下定决心 当然 袁绍没有立即去做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想摘曹操的桃子 军不见 汉县帝前往许都后 袁绍不止一次提出 把天子弄到自己的地盘上来 但曹操也不傻 他辛辛苦苦用尽手段才弄来的王牌 凭啥说交就交 袁绍想要 曹操不给 两人之间的隔阂就更深了 这正是袁绍带给曹操的压力 毕时 曹操立足慰问 仍然需要盟友袁绍支持 以至于后者 还能时不时恐吓一下曹操 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 于是 以绍为太尉 逢叶侯 持曹操自为大将军 少齿为之下 为表辞不受 曹大聚 乃让位于少二年 持江座大将孔荣 持节 拜少大将军 西奴使节月 虎奔百人 监督 季 清 幽病 四周 然后受之 曹操主动把大将军 让给袁绍 足见其能身能屈 而与之相比 袁绍的撒泼之举 便显得有些幼稚了 对曹操而言 袁绍的外部压力 倒还不算什么 毕竟有袁束公孙赞 黑山君张艳在 两人还需要一致对外 真正令曹操头疼的 反倒是迁都道许的汉县帝 须知 汉县帝不是不家寡人 他是带着自己的小朝廷来的 这其中不凡有一些 颇有影响力的名士 大儒 当然对曹操最有威胁的 正是董成 后者率领的西梁君残余力量 让曹操难以将势力 顺利渗透到后宫当中 据后汉书皇后纪下记载 曹后已是入见殿中 帝不认其份 阴曰 君若能相辅 则后不耳 姓垂恩相舍 曹师色 抚养求出 旧宜三公领兵朝剑 见虎奔驰任携职 曹出 故左右 汉流加倍 此后不敢赴朝请 这是网络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梗 汉县帝一句话 如何能下得曹操汉流加倍 抚养求出 首先能肯定的是这件事必然不是发生在建安五年之后 那时曹操就算没有统一北方全境 但也是击败了袁绍 实力暴涨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因此这件事只可能发生在建安五年之前 那时曹操虽然在朝中插满亲信 却无法对后宫中的汉县帝如何 盖因国舅董承 早早复制了宫中秀位 曹操进宫要见汉县帝 相当于把身家性命交到董承手中 若此时的董承能下定决心朱曹 曹操未必能留个葫伦之身 于是这才有了曹操 看汉县帝脸色的经典名场面 这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曹操在迎奉天子入许时的窘迫境地 那么后来的曹操又是如何破局的呢 总观曹操一生 他所赢得的胜仗 不仅仅让他得到了地盘 战将与诸多人口这么简单 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还在于曹操能借此叙事养名 进而一步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与话语权 并最终为自己的僭越之路扫清障碍 与诸葛亮司马昭相比 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借战争为由 转嫁政治内部的不和声音 将矛头先移至对外 曹操征讨中原群雄 诸葛亮屡次北伐 司马昭新兵伐属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名声大意 其逻辑在于谁主持战争 谁就拥有更大的化柄 倘若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与其他人享受胜利果实 主持者的威势名声就能进一步得到上涨 曹操出营县地内游外患 并没有着急解决董城这个不稳定因素 相反的是 他在第一时间内利用天子赵令 或遥控吕布刘备 孙策夹击元素 或是亲自出手 相继解决吕布张秀等敌人 在取得胜利后 曹操的军事实力不仅更上一层楼 还能助整其在朝廷上的威望 这正是曹操 明明早就当上了司空 列位三公之一 却仍等到建安十三年彻底平定北方以后 才光明正大恢复丞相之职的一个主要原因 通理可知 曹操擅杀明氏的前后阶段也必然伴随着胜仗 建安十三年 曹操早清元氏与党 进大汉丞相 护诸杀大乳孔荣满门 建安十六年 曹操平定关中于次年 入朝不屈 建旅上殿 玄遇玄疾引药自尽 明年太祖遂为魏公义 乃至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取汉中 又封魏王 同年六月 河北高市清流代表崔眼下狱而死 打一次胜仗 再宰个有分量的名士 杀鸡敬猴 曹操的政治地位就能顺利向前一步 建安五年前后 曹操相继解决元素 吕布 大定河南 而他选择的对象 正是偷偷在私底下 高小动作的董成 话虽如此 董成也未必就是忠臣 抛开三国演义的滤镜 董成这个边地军阀 同样是个不怀好意的野心家 至于其中原委 请请 下回分解 比赛 提到 多谢